哈喽 今天是唐欣 老师 今天我们中午是要去吃 日料 今天呢又是在杭州的一天 然后我刚刚上网看了一下 嗯 以便宜为主的 找到了一家餐厅 他们家的话 原价700 700多块钱 然后有团购价 300多块钱 那会不会其他博主 根本就不看这个团购价 我觉得这个价格 吃一个中饭还不错 然后我就带了老师去 但是老师是一个 不吃那种 生的刺身啊之类的人 但我就很爱吃 所以 还是要去 哈哈哈哈 不知道你们爱不爱吃刺身呢 可以 但不告诉我 爱吃的扣个一 不爱吃的扣个二 我看看哪个这里的小伙伴比较多 淘欣 老婆 刚刚淘欣 刚刚淘欣跟我吵架了 我们中台 他现在给我生气 因为我说 吃生鱼片的时候 要点一个火锅 他就觉得 我为什么要亵渎生鱼片 那我们等一下去吃生鱼片好不好 好吗 好吗 我保证生鱼 我要装了 你根本就不想吃了 我是不想吃 但是 但是 是不是有毛病啊 哈哈 现在是搭上四个锅 生无可恋 刚才这个小姐姐问 全身的可以接受吧 我现在没错 可不可以给我五分手 哈哈哈哈 然后呢 然后他依旧说 嗯 全身 哈哈哈哈 本来之前就是已经点好一个三百多块餐了 双人餐 然后呢 现在先上个小菜 哇你好残包啊 直接拿给我一颗 你过分了 有点点酸酸的 吃起来也很开胃 这个海带丝你多吃一点吧 待会就是都要吃那些生的 海带丝也很不一样 有非常明显的芝麻的香味 以及甜甜的味道 这就是非常普通的一道沙拉 第二道来的是烤鰻鱼 我刚上的时候 他们会说里面有细刺哦 所以一定要小心小心 火焖烤了吗 很多家带也不一样 它的皮会特别的有弹性 然后特别的有嚼劲 你看鰻鱼中间的肉肉的部分呢 吃起来又是又嫩 然后它焦香味道也特别的明显 整个调料不咸不淡 然后我们给这个鲸鱼中腹先火上了香菇 这样以后呢 然后一口吗 蛋到你嘴里以后 马上就变成了很细很细的肉米 然后你整个吃下去 动作都非常的奢华 很香很鲜甜 不要让它吃到口感 是那种很像甜蝦的口感 就均匀剔透了 然后咬起来会有一种滑滑的感觉 来 大竹甲我们也是挤得轻盈的 大竹甲它更加更加的不柔软 如果你一口咬下去 前面那款雕的话 它会有一点点黏牙齿 然后大竹甲完全不会 所以我觉得你受不了这款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你吃的模样 而且大竹甲吃起来会有一点点的鲜味和腥味 大竹甲 好 肥牛肝 什么叫做啊 肥牛鹅肝卷 这是一句他会吃掉我那些的串 而且它是熟的所以老师就会很喜欢 别看它是平平无奇的肥牛卷 但是呢 它这个肥牛非常的薄 你一咬中间这个鹅肝就爆出来了 鹅肝且细泥且鲜的那个口感就爆出来了 太好吃了 芝士醬香菇 这个一开始我看到的时候我以为是 鸡蛋羹 撒在了香菇上面 没想到是芝士醬 非常 一种沙拉酱一样 生生甜甜的 然后搭上芝士的味道 这个蟹子以后 吃起来的味道就是很多种 然后这个香菇 鲜嫩多汁的口感 然后这个酱面 生生甜甜的味道又开胃 又觉得很好吃 又觉得预报不能马上想吃第二个 接着到这个鹅干手握 那是我们另外点了 35块钱一份 说实话 觉得跟很多店的鹅干手握都不太一样 这个它刚上手 我以为是一大片鹅干 然后后来我才知道 哦 原来它是下面有一粒小小的米饭 它是那个鹅干手握 但是它这个大小 这个体积比很多店内都要大很多 快吃快吃 你知道吗 它这个嫩到一定是有点像 鸡蛋羹 你今天一吸 它就 嘶到你的嘴里 别说了 这个再来两份 再来一份吧 再两份吧 我的鱼饭终于来了 这也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主食 就是前辈那一份 他问我全身可以吗 老徐真的有意之间 我就说当然有全身的这道菜 然后他刚刚说 这个的话要一口少到底 这样就能把鱼籽啊 金枪鱼啊海胆啊 都净收在你嘴里 因为疫情的关系 好久没有吃到这种全身食的东西 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吃这种 或者是这种对你们有没有诱惑 有的话打一个一 没有的话打一个二吧 然后我看到这个我就是忍不住 你要饭也要多一点 不然会对你来说有点点事 你嚼得根本不是饭 你感觉你的口中就是日本海 打开以后呢 你就可以先喝它的汤 然后再喝它的料 这根本就小小一碗 吃的料很多 最后两道甜品鱼 一个是芝士凳果 它很有灵魂 它这个盘是冰的 是吗 嗯 这什么表情 哇哦 它不只是奶冻 当然我讲非常像的时候 我之前吃了一个 内蒙古的那种奶糖的味道 带着一点点的酸味 那是奶制品的芝士的味道 又非常的浓郁 然后很厚重 需要你嘴巴去抿它抿它抿它 才能抿开的那种 好好吃 然后第二个是 芝麻冰淇淋 来 我们两个好没默契 我们一次念这种 名字的时候都能散开来 然后嘴里你也是 能在牙齿跟牙齿中间 感觉到颗粒感 吃起来整体就是 黑芝麻汤圆 新的那个味道 对 就工业味其实很少 那 新日本的中午饭吃完了以后 最大的感觉是 我真的好会选餐厅 我们吃到过很多很多日料 会觉得 有些价位比较高 它东西非常精致 有些价位比较低 几百块钱 几十块钱 但是很多便宜一点 低价位的日料店 它会用的是树冻的东西 去加热一下 但是这家餐厅 我们吃起来感觉就是 很多东西是很有手做的感觉 然后包括这个芝麻的冰淇淋 包括这个芝士奶豆腐 是其他店里你吃不到的口味 然后呢他们家生鲜部分又非常的新鲜 是低 我现在是值得推荐的 所以你们如果在行动的话可以来打打卡 而且我们今天买的那个套餐 三百多两个人 对很划算 然后另外可以再加一份 三十五块钱的耳干手 然后这期视频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要回绍兴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记得给我点赞哟 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视频里 说话越来越小声 就是每一次总结的时候就是比较害羞 怕被店员听见